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耀家金融集团 我是Suki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同事Simon 是 大家好 这两天的话 大家都是看着FOMC的加息 特别是今天港股也是巨震 非常厉害 昨晚美股也是这样 Simon 你怎样看这件事 其实很多平台都说了关于意识 但是有一两点想说一说的 就是似乎被人忽略了 另外后一点都会说 关于前晚 昨晚普洛西和白宫出租 关于美国竞争力法案 其实都有几点都很值得大家留意 首先说昨晚加息会议 其实昨晚有一点说得很厉害 或者让市场觉得是比较恐慌 就是说 Bomber出单身份就说 就说鲍威尔没有否决到每一次开会都加息 因为大家数到 他之后今年还有七次会 开始有人说 那会不会是加七次息呢 因为本来市场要加四次左右 加七次 其中一点就是令到全球很恐慌 但其实看起来原本那条片 其实Bomber这个title 就真的有一些标题党 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解读呢 就是在记者会那时候 有人问鲍威尔 你说联邦出租局会不会考虑一下 front noting有些加息 可能他前面加多些 可能不是每次加多些 而不会每次都加一次 其实白威尔接着就是说一堆东西 都是耍官慌的 都是说 好像我开始也说了 我们是猜不到如何加法 或者速度是如何的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数字 的资料才做 那我们会很humble and nimble地做 其实都全是一些很典型的官慌 但是Bomber就当了 用这段片 基于这段片 就出一段新闻 就说 鲍威尔没有否定到 每一次回都加息 就会吓死人 那其实我觉得 就是有一些 就是 就是挺 断章取义的 就是挺断章取义的一件事 但当然没办法 大家在市场上就不理 Bomber出一段新闻 全世界trader看到 就做事 就不会再深究这些语言的问题 这一板就是给大家对比一下 昨晚的议息会议之后 市场的反应 这里看到在Bomber里 说过对于加息预期 或者几多次的股算 基于在联邦债券的期货里面 推算出来 右边是25号 即是加息前一晚 大家估计是3月的时候 就会加一次 你看到它是正1.04 即是说正1.04 它是100%的加一次 只有4%可能会加多第二次 所以去到去 大家看一看 譬如2022年12月14日 那次会议 你记得正3.91多 这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股四次 加三次是100% 有九成的机会加第四次 这样看大概就是这样看 你看到前面 之前那一晚 那天传递大概是四次 那么大概去到27号 即昨天 昨天那时 你看到那个 即是我们今早 你看到它估计 它加息的速度已经是西异很多 你看到2020年12月14日 就变了4.8次 即是它估计是有100% 机会加四次 有八成机会加第五次 这样的意思 你看到它中间这些 所谓加息的次数 装几次的加息机会 多了很多 其实这些可能你觉得 是一个数字 但是因为 这个是代表了 在债券市场即时做反应 在债券市场的期货做反应 其实在资金的流动方面 其实影响是相当之大的 所以就令到整个市场 就非常相当的震荡 那就是 但是我想说 我自己觉得就是 当然你可能未来 那两三次三四次 我觉得 自然都应该可能会加息 但问题是 去到年中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真的 加到四五次 或者去再加下去 每次都加 其实就是 我自己觉得这些是保留的 因为其实白威尔昨天的 他的说法大致上都是 他都是看着通胀数字 通胀数字 现在是这么极端去加 而且就是 就是 以根据 刚才白威尔说法 跟市场的 印象来说 其实是一个落差 其实他说的 是相当于是比较 撩嘲一点点 但是市场搞得相当于恐慌 那变成大家 可能对 息口的走势方面 现在就好像钟摆 是摆到最横那边的 那将来可能是 再横的空间 现在比较少一点 我相信 因为他说了 一年加了五次 其实再横下去 可能是说六次七次 我只觉得有机会 比较小一点 反而你说 但是会不会去到 年中的时候 他会说一些夹的说 或者不是加粥呢 我觉得有机会 反而是 可能会大一点 还有年中时 他开始 拜登也要准备 他的大选 那我觉得这样 值得留意 当然短线的市场 非常之受压 极多受压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衡量的风险 就是保护自己的资金 保护自己的仓位 那这个就是 第一点关于 这个息口的少许分享 第二件事 其实我觉得是 市场市场 没有什么留意到 就是少讨论的事情 就是关于 昨天早上 美国众议已经出了一个 美国竞争法的文本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就是 根据佩洛西所说 就是说 他已经是两党 就是已经说到 是压倒性优势支持 有些人 可能在月二月中 才会表决 再不是 另外一些人 可能在五月的时候 就会过的 基本上 口风就是说过的机会 非常之大 其实所有的人 都很值得大家留意 还有 你可以少点提案 或者变成提案 所以我留意一下 佩洛西在他自己的网站面 特意出一个声明 讲话要推这个方案的同事 他都宣布了他继续参宣 美国的国会 因为其实他年纪很大 拜一岁 那些人可能会退休 还有他之前做提案 或者民主党 之前那些选的表现 可能要他问责落台 那方面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佩洛西自己 一个个人的 他自己个人的政绩 或者一个工程 那大家都可以 这个是纯粹提案 我提一提的 那这份 这个 美国竞争力法案 为什么重要 因为其实 它虽然名字是竞争力法案 但是内容是包含了很多方面 也提到不少不谓 不谓是讲 关于他和中国的关系 如何在和中国竞争方面 那其实有少少就是 可能拜登 可能他连美国大选手 有少少的所谓的施政报告 或者讲到他的政治方针 大概怎么做 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个方法最主要是 讲的比较多 就是有两大部分 首先他会花52 billion 即520亿美金 就希望振兴美国晶片业务 当中包括了 就是会投资去研究 那种开发新的想法 希望将一些关键的产业 转移回美国制造 其实后面也会再讲 是少少针对中国的意味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下一张三个照片先讲 就是关于 他有一段讲到 要加强到美国投资者的保护 当中是开中名义讲到 他就说 他觉得要将这个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是完全符合他们的会计 进续的年期限 由三年减到两年 即是上市三年之内 才完全符合上市公司的会计 规则的要求 现在可以减到两年 大家知道对中开的影响最大 因为他下面也讲过 下面也有讲 他说248间是中国公司 没有一间是符合的要求 而且大家看英文的语气 其实相当之有敌意 上面他也讲了 他觉得每一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要不就符合他的规定 要不就delicit 所以他的月口风是非常之强硬 也都很坦白说 很明显都是说 针对中国的中开股 所以就是这件事 值得大家留意 当然他现在的法例是未过的 会不会过 大马他过了几个月之后 会不会这样的逻辑 会不会是一个 现场的焦点 对大家中开股的持创 都值得关注 这个就是昨天美股 美股的爸爸 和那个S&P的走势 和NVIDIA的比较 我想说其实这里 你见前半段 其实是那个 意识还没开始 昨天那个市场是OK的 但你见到其实 爸爸的走势 一开始已经跌了下来 跌了一点 已经跌了下来 这层的意识正在跌 所以就顺利一些 的揣测或者估计 其实可能是 美国那边已经开始 派遣了一些 跟这方面的担忧 对中开股担忧 而其实就算你今天看 今天香港的股市 你见到是 爸爸 比如很多中套股 都跌得 今天的市场 中套股跌得到 相当之多 特别是有些 比如爸爸 比如那些 其实如果你说 加息界的影响 就未去到 即不是最伤 爸爸的资本 相对红厚股 就非常低 但见到跌了6-7% 就是可能 其实已经开始 有少少派遣 这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 说回法案 究竟他来说些什么呢 刚才他说了 他说了是有53个billion 是做些 美国做些 发展的晶片业务 他说了把他说 20亿的美元 2个billion 是帮他做些 是那些车 或者消费 或者消费的零件 那些 他也说明是会帮 一些钱 后资金人 撥出来 是帮一些公司 投资在美国开厂 相信这些可能 就对之前 比如台积电 甚至乎 最近可能是 英特尔或者那些 比较美国本土的 精卷工厂 比较有利多些 另外他有说 他有45个billion 他就希望支持 供应链的稳定 就是包括一些 关键的设备 或者製造技术 那些 下面他说明了 他就说 要relocate 一些製造的 製造设施 是离开一些 他比较 关心 或者担忧的国家 以避免他有一个 经济上 或者国防安全上的风险 大家明白他 似乎以至哪些国家 是的 另外有一件事 都是比较 之前他都比较少 针对性做一些东西 就是美国为投资一些 美国说明他不想太阳能的产业 太依赖中国 他认为投资大概3个billion 就帮助他们国家 自己开发一些投资的产业 大家在港口诚 很多太阳能股是很好炒的 所以大家都需要留意一点 其实在 如果以行业来说 你成本要做得低于中国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之前都曾经说过制裁 比如农机有没有钱 其实最后可能农机 但是之后 你都制裁一间公司 可能全面制裁 因为现在大概全世界 大部分那些 譬如多精龟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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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又比较便宜 但问题会不会是 有点不太说不计成本地做 第二是会不会令到它 比较容易的动机去做 之前想做的制裁呢 这是一个 我觉得值得留意的地方 最后他说一些 譬如药用产品 最后要投资 都是要在自己国家申请 不希望由依赖外国才能供应到 最后就是 另外就是有点说 关于中国方面 大家到时可能想自己看 他就要令到支持自己的国家 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 也都要 他也说明 他留意了美元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点都是之前比较少说的 他就说 因为美元的地位 对国家的经济独立 和货币政策都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要保持一个 领导性的金融中心地位 可能这点是针对最近 比如数目人币方面 各种开放的发展 他也可能有点注意到这方面 另外 好像是 舒怡有点 关于最近的B仔那些很多 都有点点跟我们分享 是吗 是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就从1月1日开始 恒指其实表现是OK的 最起码都是一个正回报 但是B仔股 大家可以看到橙色这条线 1月1日到现在都跌了一成多 B仔股 其实从上一年开始表现 开始差到今年 应该成为最差的一个办法 其实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如果看近期的消息 最近的就是会有一个 第七批的集彩 集彩 其实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杀价 将你的利润全部杀小 差不多 价格会降得很厉害 这一次的力度更加大 就是提速确免 之前的话 其实已经开展了六批的集彩 这一次就是第七轮的集彩 这边主要 之前一般都是西药 到后来上一年年底 就包括那些胰倒素 其实生物类似药 其实已经是入了集彩 这边就说 之后还会逐步扩大医用好材 比如说是骨科好材 通波仔的球囊 还有可能是牙科、眼科 都会涉及到的 所以之前大家可能要关注 就是普通的那些买药、西药的企业 现在你会发觉 西药的企业 然后包括牙科、骨科 即是时代天市那些 就是最近半年才有很多上市那些 是的 基本上可以少少标准化 它都可能帮你纳入去 帮你刷一刷个价 所以这个的话 对于那些药企的话 其实压力是相当之大的 但是就要留意 这个集彩的话 就是对于那些稍为标准化少少 但是如果对于那些生物科技企业 经常做那些肿瘤药 有什么多条管线那些 其实就是暂时未受到集彩的影响 其实文件上 其实不关那些顺达生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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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刚刚提到信达 然后白制这些 其实他们的表现 近期都是非常之差 是 包括信达 从之前差不多到90元 到现在刷到30多元 34-35元 刷的价格非常之小 包括6160之前炒起三地上市 在内地那边返科厂 炒起那一转之后一直衰落 其实究竟是什么回事 我们可以简单抽一抽顺带来讲一讲 刚刚Samin也有提到过 就是那个法案的问题 其实对于这些生物医药企业 之前有传出过可能想制裁 不过如果实质上最看得到的 对生物医药企业的影响 就是他们的药究竟能否出海 就看回顺达101这一种 其实在上年3月份 已经提交了飞翠细腻肺炎那一种PD-1 就是顺利丹抗上去美国那边上 如果说deadline的话 今年3月FDA那边就一定要表态 究竟是批或是不批 所以有一个日子非常之关键 就是今年2月10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ODAC这个会 这个会议的话就是讨论 究竟PD-1这一只单狗 可不可以在它那边上市 我不如可能说一下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要在美国FDA觉得它的药是可以的 才可以在美国卖 甚至其他地方都可能会看FDA的决定 你决定是否接受它这一只药是否在那里 可能会不会就是说FDA不接受它这一只药的时候 全世界都相当难买 就是可能是听美国说话的那些国家 就比较难开展这个商业化的活动 明白明白 港澳台地区这些就反而好一点 但是美国那边不仅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是 是 这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担忧的 那我们都可以看回 这个时间 其实信达新闻就是第一个会得知这个结果的原因 因为它是3月份的 是 是 那660这边的话 它就是7月份就是得拉就知道是否批 那还有这个是177 177这个就是4月份的 是 那会见到这几个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都是一些明星的新闻医药公司 那会不会信达就是指标的作用 是 是是是 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指标 那还有最后想提一提 就是它今年1月5日6月1日 那它的医保谈判的结果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是 那之前可能市场说 它第一次进入医保的时候 价价已经杀了6、7成 那已经是很低的 那这一次会不会缓和一点呢 那出了结果之后 就发觉并没有 那这一次呢 再杀了6成的价 是 那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它之前是7000多元一支 是 杀了第一次之后 就去了2,800多元 是 这一次直接杀到1,080元一支 只剩下原本的可能是十几% 一两成都没有 两成都没有 即是十几% 是是是 这一次就 还可以赚到钱的 是 其实对于这个药企的影响是什么呢 可以留意一下 它之前2,800多元一支的时候 企业的无理 它只是做这种产品 企业的无理 它是85%左右 对于这一次的谈判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出来是认真是失望的 是是 那你现在拨名它才出了这一支药 19年出 19年开始卖 卖到现在才其实只有两年多的命 你真的已经杀到它 很拨 投资就比较失望 对港大市民 就是港大民族 是福祉来的 所以近期那些生育医药股的走势 都非常之差 如果等这些利空的消息未消化之前 大家可以再小心一点 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帮到大家 内容来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公开资讯而发表 本公司不保证该资讯的准确成及完整性 股票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得毫无价值 以上内容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妈妈建议 主持人和国家宾光为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主持人、国家宾和本公司的员工 或者后互不排除持有上述所谈及资股票 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已作出了个风影评估 有需要的时候请寻求独立专家的意见 谢谢